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歐洲古董知識家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介紹的主題是香坎 首先我們必須先知道 歐洲古典家具最大的價值 來自於它精美的外觀以及豐富的細節 而這些豐富的細節要成就 就必須要來自於它非常繁複的工序 其中有一項工序特別重要叫做鷹類 那麼鷹類應用在木頭家具上面來講 又分為兩種 一種是Marketry 另外一種是Pocketry 首先Marketry也就是花形香坎 是將不同的螢幕切割成特殊的造型 再將它一片一片的砍合在 已經設計出輪廓的表面上面 作為一個表面處理 那麼這種方式呢 通常有用作像花形 甚至是像家徽這樣子繁複的圖案 那麼在家具上我們看到不同顏色的香坎 往往是來自於不同種類的木材 Pocketry相對來說較為單純 將木塊切割成四方或長方形 來製造出幾何對稱的立體感 鷹類這項技術也有應用在石材表面上 而在石材面上的鷹類就叫做Pietadora 它最早可以追溯至16世紀的羅馬 是將石材切割至工整 並且打磨至光滑 再將其拼貼在已經有 具有輪廓的石材表面上 正是由於這些工匠的巧思 才能造成歐洲家具別有的氣質 我們今天的介紹就到此結束 我是Steven Young 我們下期見